新闻的热点 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今天是2019年1月14号 现在是下午5点 我是贾志宏 一起来看这一时段的财经药文 根据国家发改委消息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 将于今天24时开启 本次调价结束了此前的五连跌 汽柴油每吨均上调105元 全国平均来看 92号汽油每升是上调0.08元 95号汽油每升上调0.09元 0号柴油每升上调0.09元 按照一般的家用汽车 由下50升来容量估测的话 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 将会多花4块钱 今天上午9点 满载生鲜年货的2019年 手烫冷藏集装箱搬裂 顺利抵达北京铁路局 大湖门站 将247吨果蔬 洞海鲜产品 保鲜准时送达市场销售 据了解 该趟搬裂是由广西 发往北京的 特需冷藏集装箱搬裂 每列由25个 45英尺冷藏集装箱组成 全程采用冷链运输模式 运输旅程2800公里 于2013年12月11号首发 成为我国首条南蔡北运 铁路果蔬绿色通道 5年来运输品类逐渐丰富 不仅有百色本地的香蕉 小番茄 砂糖菊 冬瓜 逐步增添了冻海产品 还有广西全境 乃至采用源头直运方式的 东盟国家农产品 一起从广西南宁集结 乘搬列运输60小时抵精后 采用气运快速接驳配送 全程72小时将生鲜产品 从广西运至京经济市场 据统计 5年来 广西至北京冷藏集装箱班列 共计开行146列 运输生鲜货物2175箱 仅2018年冷藏箱班列运输 就开行了48列655箱 业务量越来越大 产品越来越丰富 装车站也越来越多 原来只是服务于北京 现在要华北地区 甚至咱们循环新区 将来都要受益 我们全程冷连运输 而且是不存在受自然环境影响 所以说这是相当相当有优势的 春运临近 有些旅客却是安全意识淡薄 在行李当中藏匿了违禁物品 近日江西鹰潭广东深圳铁路警方 就在安警口查获了多把管制刀具 江西景德镇北火车站安检员 在近站口1号安检仪直击过程中 发现一名旅客随身携带的背包内 有疑似砍刀的可疑物品 安检员立即向知情民警报告 民警开包检查 发现这名旅客的背包内 有一把开了刃的大砍刀 这是干嘛用的 公地上砍物都用的 在哪里获得的 在网上买 知情民警将这名旅客 带到车站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 警察 旅客赵某 从网上花90元购买大砍刀 平时在工地上使用 这次准备带回老家使用 英坛铁路警方 对这把大砍刀进行鉴定 赵某携带的这把大砍刀的刀刃 长40厘米 属于管制刀具 他的行为违反了 治安管理处防法第32条 我们依法给予他 行政居留5日处罚 在广东深圳 深圳车站派出所民警 发现一名女子通过安检时 神色慌张 铁路民警和女安检员 对这名女子进行扫描检查 发现他身上藏匿了一把菜刀 在看这名男子 他携带的保温杯内 藏了一把水果刀 那时候我去上个火 上个上个火 有个发电台里面 看得到的 看得到啊 开玩笑安检 就是查过这些东西呢 水果达领克 不要携带菜刀 水果达简单 和尤其 既有一言一报物理 请大家注决真实 以免当过女性 如今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 八小时的睡眠 俨然已经成为奢侈品 入睡难 起床更难 那大家的睡眠问题 到底有多严重 又该怎么来破解呢 生活中的小数据 会给我们揭示哪些秘密呢 一起来看本周的财经数据会 阿里巴巴数据显示 超过一半的中国网民表示 自己的睡眠质量有问题 其中存在失眠问题的 则有37% 职场白领中 有4成人睡眠时段在零点之后 每10个白领中 仅有一个能够保证 自己在22天前入睡 大家公认的睡眠杀手是 工作压力 而广东 北京 江苏 上海 浙江 这些经济发达的地区 同时也是对 住眠产品最感兴趣的地方 睡不着 难入睡的问题 是如此严重 以至于京东商城 2018年住眠类商品的销售数量 同比增长了近5倍 而住眠枕头 住眠香薰 退黑素片等商品 更是深受消费者喜爱 但是在科学家们看来 睡眠的最大杀手 其实是无处不在的电子产品 人体产生愧异 最主要靠身体里分泌的退黑素 但是光线对退黑素 有抑制作用 不同光谱的光线 对退黑素分泌的抑制能力 有所不同 手机 电脑 电视等屏幕 所发出的那种看似平静的蓝光 恰好对退黑素的抑制能力极强 睡前看两个小时手机 退黑素分泌水平会下降22% 而长期如此 打乱退黑素的正常分泌 就可能形成恶性循环 越来越难入睡 所以睡前放开你的手机电脑iPad 没有什么工作 是睡上一觉后不能解决的 如果有 那就再睡个回笼觉吧 继续来关注英国脱欧 按照计划 当地时间15号晚上 英国议会将会对脱欧协议草案 进行表决 不过欧盟方面并不认为 对这份协议会获得通过 13号晚上 欧盟方面表示 目前正在为英国脱欧 推迟到7月份做准备 据英国《卫报》13号报道 鉴于目前英国国内对首相 特雷沙梅的这份脱欧计划 仍存不少反对意见 欧盟预计 英国很有可能 无法在此前商定的3月29号 实现脱欧 并将在未来几周提出推迟申请 报道称 如果英国提出推迟申请 欧盟方面将会召开 特别领导人峰会 商定英国推迟脱欧日期 报道还援引一名 欧盟官员的话说 如果特雷沙梅说 他需要更多时间 来说服议会达成协议 欧盟将会提供一份 截止到7月份的技术性延期 眼下这份脱欧协议草案 在英国议会遭到太多的反对 英国无协议脱欧的风险 越来越大 而为了避免这一风险 英国就是否脱欧呢 再继续英国最大反对党 工党领袖科尔滨13号 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 相较于举行第二次公投 他认为还是有协议脱欧 更为稳妥 简单来说 无协议脱欧意味着脱欧后没有过渡期 欧盟法律将不适用于英国 双方贸易关系将回到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 双方也将面临相互兼关税水平提升 和贸易壁垒增加的问题 科尔滨还表示 一旦15号的议会投票 否决掉特雷沙梅政府 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草案 工党将立即在议会提出动议 寻求对政府发起不信任投票 并提前大选 而这样一来 英国就有可能延迟脱欧 也就是有可能不必 非得在今年3月29号脱欧 来关注一架波音707货机 今天在伊朗德黑兰附近坠毁的消息 伊朗军方称 这起事故造成机上15人死亡 最新消息称 坠毁货机已被证实 隶属于伊朗军方 当天从吉尔吉斯斯坦 运送肉制品返回伊朗 货机原计划在德黑兰附近的 货运航空港降落 目前已有救援小组前往事发地 这架坠毁货机上 共有16名机组成员 当地媒体最新报道称 有一名机组成员生还 并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有关事故原因 当地媒体报道称 是飞行员出现失误 误将飞机降落在 原定机场附近的军方机场 而该军方机场 不适合大型货运飞机 降落时 飞行员失去了对飞机的控制 冲出跑道 并撞到机场围墙 最后冲入附近一处住宅区 不过该住宅区并无人员居住 看极光 冰岛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近日冰岛警方 警告那些极光追逐者 极光虽美 但是也请您不要忽视交通安全 冰岛警方说 外国游客冬天来冰岛看极光 他们很欢迎 但冰岛的天气变化很快 很难准确预测 游客在驾车出行时一定要小心 天气变化莫测 冰岛冬天的黑夜也格外的漫长 外来游客经常要摸黑开车 而且路况也不熟悉 在冰岛的冰岛的路上 是确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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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很短 所以我最后几个几天 我最后几个几天的路上 路上非常轻弱 有时会有很强烈的风 所以这是我不太熟悉的事 除了天气天色和路况问题外 一些游客开车时的坏习惯 也运含着危险 美联社的报道说 2018年冰岛因车祸致死的人当中 有一半是外国游客 而2017年在冰岛死于车祸的人当中 外国游客甚至要多于冰岛本地人 冰岛警方因此警告那些 来冰岛欣赏极光的游客 极光难见需要耐心等待 但重视交通安全 却是时刻也不能松懈 千万不要因为追逐美丽的极光 而在异国他乡出意外 记者从检察机关获悉 1月13号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检察院 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 权健自然科学 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数毛毛等16名犯罪嫌疑人 经审查证据材料 告知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 并询问犯罪嫌疑人之后 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罪 依法做出批准逮捕决定 为大力促进就业创业 浙江省政府近日决定 加大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力度 最高可申请50万元 自主创业人员及其配偶 除有住学贷款 扶贫贷款 住房贷款 购车贷款 5万元以下小额消费贷款 含信用卡消费记录外 没有其他贷款的 可以同时申请创业担保贷款 根据实施意见 还款积极 带动就业能力强 创业项目好的 个人和小微企业可以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